随着CBA总决赛第五场比赛中场哨音的吹响 冯远王朝的四连冠之梦被八一队彻底击碎 而王志志也在他回归之后的第一个总决赛中 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上演了一场篮球场上的王者归来 个人第七座球队第八座CBA总决赛冠军奖杯 都是对这位归来的王者最好的嘉奖 从当年的希望之心到如今球队的顶梁柱 三十岁的大志经历过风光无限 也感受过低潮落寞 两米一六的绝对高度 少年得知的绝对热情 王志志的横空出世 开启了中国篮球的偶像时代 六年前当大志踏上赴美航班的时候 在他的身后是球迷们的鲜花和掌声 在他的面前则是一段崭新的生活 2001年4月5日 王志志首次亮相NBA 他所效率的达拉斯小牛队 主场对阵亚特兰大英队 在第二节还剩下16秒时 王志志T5出场 现场观众全体起立 把掌声献给这个NBA赛场上的亚洲第一人 第四届比赛进行到7分41秒时 王志志再次上场 他接到队友传球果断出手 投进了自己NBA生涯的第一个进球 这场比赛他出场8分钟 共得到6分 拿下三个篮板 算得上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略显单薄的身体 却制约着他在篮下的表现 作为另一种风 他始终没能得到首发的力量 2002年的那个夏天 为了自己在NBA的前途 王志志最终选择留在了美国 对于强调集体利益的中国人来说 王志志的选择 让关心他的人难以理解 有些人甚至质疑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 他会不会出现在中国队的主力名单 一时间 王志志成为忠史之地 关于他的负面报道 铺天盖地 而他只能在大洋彼岸 独自承受着这一切 然而 身为一个中国人 王志志对祖国的思念 一刻也没有停止 并且曾经身为北京深奥大使的他 更是向往在家门口的 奥运会赛场上打击 与此同时 南管中心也始终没有放弃 对王志志的关心 几经努力 王志志终于确定了回国的日程 重新面对家人和朋友 重新面对关心他的球迷 其实回来 比不回来需要更大的勇气 因为当时年轻嘛 而且做了很多不好的作物的决定 但是既然说能够下运行回来 而且很大的一个观点还是 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为国家军队 再做出自己的贡献 2006年10月7号 在阔别五年之后 曾经的中国篮球第一人 又回到了他熟悉而有点陌生的CBS赛场 当身披红色战袍的王志志现身现场 雷响新赛季战鼓的时候 全场观众用最大分贝的尖叫 欢迎这位久违的游子 本赛季联赛 他打了39场 拿下了所有CBS球员中最高的1044分 另外还有399场 如今身为人妇的大志 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追风少年 但是他的脚步依然清零 岁月的磨练 让他在总决赛的赛场上 比年轻一代拥有了更多的经验 就在人们以为 总决赛还是会像以前一样 以广东队的横扫而结束的时候 八一队竟然上演了荡气回肠的 绝地大反击 在无场过程跌宕起伏的巅峰对决之后 王志志带领八一众将士们 将军旗重新插上了CBS巅 所以一个冠军 虽说对于我来说意义很大 我也感谢每个队友 还有关系我们的人 支持我们球迷 我谢谢大家 我也和一支努力 还有2008 我们共同的梦想